嗨 大家安安 我是奶茶 活動第三天呢 我們要找的是丘比特藥水 藥水呢 是在市中心才可以找到喔 來到市中心的時候 在旁邊這個噴水池 就可以看到一個藥水啦 接著要去的是三立歐的拍照 在這裡呢 也可以發現一個藥水喔 接下來找到這個NPC張梁 那他的賣花架子上 就可以看到藥水囉 然後我們直接到後面池塘這邊 有一個販賣機 藥水在垃圾桶的旁邊 接下來要去的地方呢 是市中心的足球場 那如果不知道的人 可以打開地圖 我們這個右下角的地方 這裡呢 有一個操場 我們點下去按帶路 它就會直接帶你過去囉 這一瓶藥水呢 非常的明顯 它就是在這個足球場的觀眾席這裡 可以看到很大一瓶藥水喔 足球場的旁邊呢 就是超市 那我們現在要去超市 進來超市 這邊有一個送貨的櫃台 那它這個藥水呢 在這個箱子裡面 接下來往門口的地方走 在這個櫃台的旁邊 有一個購物欄 藥水在購物欄的裡面 出來超市之後呢 就往酒店的地方走 在酒店的旁邊呢 有一個泳池區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泳池區這邊 藥水呢 藏在這個溜滑梯的跳台上面 那我們就是要往上走 在這邊呢 就可以看到藥水啦 建議大家呢 不要太往前 不然呢 就會像有人物這樣子一直跳 後面一點呢 就不會這樣一直跳啦 接下來呢 還有兩個 這兩個都是在三立歐明星飯店裡面 來到飯店裡面呢 就先往SPA區的方向走 藥水呢 就在大鵝狗這邊 接下來我們要上去二樓 走到最裡面 這個庫洛米的房間 庫洛米的床頭櫃上就可以看到最後一瓶藥水囉 這樣我們十瓶藥水就全部找完啦 今天的任務攻略呢 就分享給你們囉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拜拜